老爷子晚上叫我和小雪回老宅吃饭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听到书房传来的急速电话声 李懿当即大步走了进去 我是李懿 哪位 李懿同志 我是周睿 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方便 怎么了周初 是这样的 那批从康宁公司订购回来的设备 已经顺利抵达了鹏城 预计今天晚上就能抵达阳城 然后通过火车运往京城 太好了 这次那边没有派出 还请船来拦截咱们 呵呵 他们敢吗 这次也是咱们这边不想闹大 不然 单凭他们贸然登上我们公务船 且强行搜查的行为 就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将军舰开进维多利亚港 只要那些外国老的脑袋不是被驴踢了 就绝对不敢再蹦出来找事的 那就好 这我就可以放心回老家过年了 先等等 我今天打电话过来 除了告诉你设备已经顺利抵达鹏城之外 还有几件是想和你说 啥事 请说 第一件事是那些康宁公司的技术员 当他们抵达鹏城后 得知此次最终的目的地是京城后 集体撂了挑子 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那些人到了鹏城之后死活不走了 现在正在我们安排的住处抗议呢 你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请他们前往京城帮我们安装那些生产线 可他们死活就是不同意啊 不等周锐说完 李懿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的方法不对 那依你之间该怎么做 总不能拿到拿枪威胁他们吧 你让人告诉那些人 到了京城这边 好好把生产线安装好 到时候每人给一万每刀的奖金 接着李懿再次说道 同时再告诉他们 如果现在回去的话 我们也不挽留 会立即将他们送回对岸 但他们没有完成安装生产线的沉默 属于重大违约 届是我们必然会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不但康宁公司要赔钱 他们也将失去这份工作 让他们自己选择 那他们要是坚持要回去呢 那就送他们回港岛 真送 真送 离了张屠夫 咱难道还吃带毛猪不成 实在不行 我从别的地方找一些工程师过来 总是能将这条生产线安装起来 不过 我觉得等我们说完那些话之后 那些家伙未必赶回去 那行 我这就让人把你刚才的话 转达给那些人 好 还有啥事 刚刚接到鹏城海关那边的同志的电话 说他们卸船的时候 发现了大量的其他物品 询问我们该咋办 李懿惊讶地问道 什么其他物品 难道除了那些设备外 还有别的东西 咋回事 周处你问没问周文 谁这么大的胆子 干 李懿同志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问过阿文了 他说 那些东西都是港岛那边的华商名流送给你的礼物 不 应该说是送给你姐的结婚贺礼 接着周锐再次说道 要是少量的东西的话 海关那边的同志肯定不会说什么 但是这次的数量实在是有点多 且价值不菲 周处 我明白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李懿明白 肯定是港岛那边的朋友知道他姐要结婚 所以就想着送点贺礼过来 现在两边往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更何况要携带大量的东西入关 就更是不太容易 因此就让黄力行帮忙 而老黄就借着这次机会 将赫礼和那些设备一并送了过来 好在是周文负责此次行动 而他又是周锐的亲子 不然这事可真就解释不清了 周锐想了想说道 按道理说像这种情况 东西一般是要被海关没收的 但是你这事比较特殊 肯定不能这么处理 一来是这些东西 都是那些港商送给你姐的结婚贺礼 并不是走私过来牟利的 要是就这样被没收了的话 会严重伤害那些港商的感情的 二来是这事你也不知道 还是我们的人帮他们把东西运回来的 因此我们也有责任 所以我打算向上面打个报告 说明一下情况 争取下不为例 周处 要不这样吧 你和彭城海关那边说一声 我们把那些东西的关税补了 这样就当正常进口的物品处理如何 那也得和上面汇报一下 好 那行 这事就这么着吧 等那批设备装车运往京城的时候 我再给你打电话 随后 两人便挂了电话 结束通话后 李毅多少有些无奈 这事整的 老黄他们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 还以为借着这次机会送点贺礼过来没啥事 然而那些礼物可是送给私人的 这在海关那边就是妥妥的走私行为了 而且值得周瑞亲自打电话说这事 显然老黄他们送的礼物里面 应该有比较敏感的东西 如果只是简单的服装鞋袜 当不至于专门给他打这个电话 看来自己的抽时间和老黄他们说说 以后可不能图省事了 不过这事倒是不着急 现在最重要的是 得和二哥将龙硬说一下 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已经回国的事 上午才从老三那里知道你回来了 正打算晚上去找你呢 没想到你倒是来了 呵呵 来和二哥说点事 妹夫 啥是你说 也没啥 就是从贼英那边订购的彩色电视机生产线 已经运回了国内 预计再有几天就能运到京城 所以我和二哥你说一说 哈哈 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啊 接着江龙硬再次说道 妹夫你不知道 这段时间随着京城电视机厂 和护城电视机厂的彩色电视机陆续投产 黑白电视机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情况严重吗 算不上严重 但也不是很好 前两个月严禁电视机厂生产的电视机供不应求 基本上刚下生产线就会被车拉走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销量下降明显 薛丽真担心他们会不会又回到之前半死不回的状态 应该不会 彩色电视机目前的价格偏贵 大部分家庭是买不起的 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老百姓对于黑白电视机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而燕京电视机已经在北方大部分城市打响了知名度 最起码最近两年不必担心被淘汰 但是销量肯定不能和前几个月相比 而且以后的销量也会逐渐下降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的彩色电视机也要尽快搞起来 生产线一周之内肯定能运到京城 不过在此之前我有些事情想和二哥 或者是想和区里谈谈 啥事你说 二哥 这条生产线我一共花了5500万美刀 算上其他支出 这条生产线所有的花费在5800万美刀左右 不等李一说完 将龙印便说道 这个价格不贵啊 据我所知户城那边从岛国订购的那条生产线 可是花了足足9000多万美刀 比咱这个贵多了 贵倒是不贵 但目前这笔钱都是我帮忙垫付的 区里是不是得丢我一个说法 妹夫 咱们不是说好了 你一亿元的资金入股燕京电视机场 你垫付的那笔钱就当是入股的资金了 二哥 再商言商 生产线的购置款 比入股资金没问题 但就算是按照官方的汇率 5800万美刀 已经远远超过了1亿人民币了 接着李一继续说道 更为重要的是 电视机场合资改制 只是咱们两个口头协议 可没有签订合同啊 将龙印当即说道 妹夫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想与区里和国资部正式签订入股协议 对 我可以不计较5800美刀 到底值多少钱 但燕京电视机场 想要使用这条生产线 那就尽快与我签订入股协议 好 我尽快和市里汇报这事 争取年前把协议签了 让你安心 李一点了点头说道 咱们这边签了协议之后 我在港岛那边的投资公司 才能申请到这边工作 不然的话 他们根本过不来 其实你不说我也准备催你办这事了 这事涉及到市里 区里以及国资部 还有燕京电视机场 可谓是非常的复杂 必须得在我离开区里之前 把这事解决好 免得你是亏 二哥 听你这话 是要调离区里了 嗯 上面已经找我谈话了 事情基本上定了 李一急忙问道 上面准备让二哥去哪里 职务定下来了没 上面给了我两个选择 一个是去部委 当个排名靠后的副部长 另一个是去彭城当一把手 那二哥 你更喜欢去哪里 将龙印摇了摇头说道 还没想好 去部委的话等于升了一级 但是部委工作谈性小 短时间内 我就不要想再有变动了 要是我选择去彭城的话 则是属于平调 但到了彭城的话 我就失一把手 办事就自由多了 更容易出城际 二哥 我建议你还是去彭城吧 为什么 彭城现在虽然刚刚建设 两年不到 城市建设还很滞后 也就相当于内地的小县城 但是那里属于沿海地区 靠近港岛 又刚刚被划为了经济特区 区位优势明显 加上国家的大力支持 未来可期 出城际是必然的 接着李毅继续说道 更为重要的是 二哥 你之前一直在京城任职 要是去了部委的话 你的履历上 始终缺乏在基层工作的经验 这对于你以后来说 可能是个短板 江龙硬点了点头说道 老爷子也是这么说的 他还说我现在年轻 生得太快不见得是好事 应该到下面锻炼锻炼 老爷子的眼光二哥 你是知道的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嗯 我会的 随后李毅看了看手表 发现已经快五点钟了 随即说道 老爷子晚上叫我和小雪 回老宅吃饭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有事咱们打电话 行 党事里有了回复 我再联系你 好